张华县政府将今年列为张华县食安行动年 并未建构中张头食安平台区域联防率先设置了食品消费申诉马上办中心 6日上午在县府一楼消费者服务中心举行接牌仪式 张华县长魏明谷 副县长周志忠以及县府多位主管出席与会 展现共同守护食安保护消费者的决心 这个食安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消费者 所以我们今天成立一个消费者申诉马上办中心 希望透过我们供全力的介入能够保障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权益 张华县是农业大县当然农产品加工也是个大县 其实张华县优质的农产品加工厂还是很多的 那因为最近这两年来食安的大县发生的大厂都是以张华县比较多的 我们今天的动作最主要我们有决心来将我们张华县这个黑心的厂商来污名化 我们要让我们张华县的一些比较优质的食品加工厂 能够去污名那我们也要恢复我们张华 甚至于我们台湾的美食王国 食品消费申诉马上办中心固名思义就是马上办 所以把原来消费者保护法所赋予的那一个时间流程 比如说15天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我们把它缩短成一天 那我们未来在执行面一定会全力执行在一天里面 把所有的公文流程把它处理完毕 那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当然我们马上办中心所做的作为 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公开 这是开放政府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把资讯公开 那这个资讯公开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预防性的资讯公开 那预防性的资讯公开就是这个 像卫生局所这个检验的这些资讯 我们就把它资讯公开 另外一种比较积极的 就是我们媒体有提到的 我们是不是要公开让消费者去选择对的厂商 那这一块可能我们未来在努力的方向 是不是用行政指导的方式 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开 让消费者他要消费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权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中张头有一个共同治理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把台中南头还有彰化地区 各方面的这个食品消费讯息来统整 然后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开 彰化县政府设置食品消费申诉马上办中心 提供食品消费案件整合性服务 串联各个主管机关将行政流程透明简单及整体化 展现行政资源统整的效率与效能 创建整个食品安全的宏观架构 使食安保护更为周全 公益频道林俊敏江华采访报道